看看新闻网 中国中医药学会 中医文化专业委员会 常务委员 李文友 中医养生文化研究者 健康产业经理人 著有白领养生的智慧等书记 新浪微博 at李文友便去会 这两年每次体检完 单位里面 一些上了岁数的中年的 男士们都会调侃着说 你三高了吗 这三高 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 今天我们要说一说 这个高血脂 我在网上看到过一句话 说得挺有趣的 他说吃得好了 运动少了 血脂高了 我还甚至看到过一张图片 让我挺惊讶的 这图片上有一管那个血 抽出来的血 上面有一层都是油 朱教授真的会有这种情况吗 如果血脂的寒暗很高的话 它确实会出现这种 血和脂肪分离的形成 这个是抽出来的血 在真关里面 然后在室关里面 沉淀了一段时间以后 它会出现 就明显那个血液里面的 可以很高 油脂含量很高 对 这个血脂 血脂 它是里面有些什么成分呢 实际上就是说 我们可以简单地把它分成这个 就是我们这个指标 分成这么三个 一个就是血清里面的 种胆固存 这是一个 那这个高了的话 那这个是血脂高了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 这个肝油三脂高了 那这个高了的话 医生也说你血脂高了 另外呢就你刚刚讲了 我们讲有低密度脂蛋白 和高密度脂蛋白 医生会形象地说 你的好血脂和坏血脂 哪个是好 哪个是不好 高密度脂蛋白呢 我们希望它的含量高一点 低密度脂蛋白呢 希望它的含量低一点 但是往往现在 我们很多人的比方说 好蛋白呢 它反而是少了 坏蛋白呢 反而是这个多了 就是这么几种类型 血脂本身是一个好东西 并不是一个坏东西 你就说这胆固醇 钙油三脂 这些也是有用的 本身都是好东西 对啊 对啊 它都参与人体的 整个生化过程 然后它是构成很多 必须物质的一些基础材料 比如构成什么物质 有什么作用 比如说维生素D 我们从这个食品里面 是很难摄入的 那么它是有什么呢 有这个胆固醇 经过皮肤太阳照射以后 那么它合成了维生素D 那么维生素D 它当然是一个 人体必不可少的一个成分 所以血脂我们是需要的 它是有用的 只是超过了一定的指数 就会有问题了 超标超到一定的水准 它才叫高血脂症 那这个血脂异常 或者高血脂 它跟我们听到的 很可怕的那些冠心病啊 还有这个动脉 什么周样硬化呀 有必然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 比如说我们说啊 这个胆固醇 如果高到一定的水准 而且长时间维持在这个水平 那么它肯定是一个 引起什么呢 动脉周样硬化 灌心病的一个最后 我有一个朋友 因为他们是有灌心病的 那正常的这个胆固醇的指数 好像是要低于220 毫克 220毫克 对 那他们查出来 还算好 是200 在这个正常的指数以内 但是医生仍然要它降脂 这是为什么呢 那就要看第一 看它的年纪 它因为是有灌心病的 有灌心病的 一定是要降的 为什么这个有疾病的 还要降得更低 那我们按照一般规则 我们应该降到180 降到180 为什么呢 因为它还是含有在上位的 这个血脂的水平 那么这样的话呢 在它本身已经是属于什么呢 我们说是一个粗糙 毛糙不平的血管壁内 是 如果你这个血脂的含量 还是偏高 那么它很容易沉寂在管壁上 很容易对管壁造成新的损伤 然后加重它的动脉硬化 因为我们说的灌心病 实际上叫 灌状动脉周样硬化性形状病 所以它的根本原因 还是血管动脉周样硬化 它这个病理基础是这个基础 所以你前提是 它已经是灌心病了 对 它这个血管本来就狭窄了 对 所以对这个水流的清澈程度 要求就要比人家更高一点 所以医生可能对它这个指标 要求就会比较严一点 也就是说它的这个血管 有问题的部分就在心脏部位 冠状动脉 冠状动脉 那比如说这个像胆固醇 或者是肝油三脂 有一点偏高了 它会有一些什么症状表现出来吗 情况严重的一些人 它这个血脂水平很高 它可能会有一些表现 但它自己不一定跟这个联系起来 然后有些人它会头晕 血脂很高的人它会头晕 还有一些人它可能比方说 它会比较疲乏 就容易累 神皮乏力 对吧 也有些人可能会有一些胸懵 这个心肌的一些症状 或者说这个肢体的一些麻木的症状 这个都可能会有 相对来说呢 实际上最早出现的一个体症 就是体重在不断地增长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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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来就像吃了发酵粉一样 不断地在一圈圈往外扩充 高血脂症主要是指血浆板骨醇 肝油三脂以及肿脂等血脂成分的浓度超过了正常的指标 它的主要危害是导致动脉周样硬化 从而导致众多的疾病 而在其中最常见的致命性疾病就是冠心病 一般高血脂症多表现为头晕 疲乏 容易累 有些人还会出现胸闷 心悸 甚至麻木等症状 而同时如果体重不断增加 就该引起注意了 像哪些原因会让人导致高血脂 最重要首先一个是饮食了 对吧 你应该是合理的饮食 那么按照我们这个合理的膳食结构 我们有个比方就是金字塔 那么金字塔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底下是以含纤维素多的 五穀杂粮为基础 然后上面是逐渐的一点点增加一些脂肪的 动物蛋白的一直到点 那么这个结构是什么概念 就是说一定是以纤维素和碳水化合物为基础 然后以我们讲的蔬菜 一部分水果为基础 然后湿度的脂肪和蛋白的摄入 那么这个结构是合理的 朱教授您这边有碰到这样的病人吗 就是他一开始可能很胖的 之后改变了生活习惯 这个血脂也降下去了 我遇到一个小青年 三十一二岁 体重是两百多斤 就两百二十多斤 这么高啊 身高呢一米六 一米六两百多斤 基本上就是有多高就有多宽了 所以他就这样一个圆柱体 就这么一个 那这健康什么状况呀 那他血脂就是比如说胆固醇 他已经达到了六以上 如果照他这个样子发展下去 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然后呢他有脂肪肝 然后呢肝功能也有问题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转胃 出现了小度小幅度的身高 就是小PT的水平出现了 也就有肝功能的损害了 那么后来呢我就跟他聊了一会儿 然后呢教了他一些方法 您对他说了什么精语良言 赶紧也告诉我们 那我就跟他说 第一个呢 我说你要锻炼 他说我没时间啊忙啊 那么单位里的工作压力很大 我说这是懒人的哲学 实际上时间都是自己挤出来的 我说你必须保持每周 两次以上 是出汗的 有一定运动量的这种锻炼 那么把自己的心率 控制在150次以下 就是你得达到140到150 每公斤跳 这才算是你到位 一个是运动 他挺运气的 好 还有呢 做了 那么第二概念呢 我说你得解释 我解释很困难 就点到痛处了 解释很困难 我就是吃麻麻香 而且特别喜欢吃肥肉 喜欢吃荤的 后来他这个饮食上怎么调整 那么我说你荤的很简单 每天的摄入 在你的食物的摄入量里面 不准超过25% 为什么要控制呢 因为他吃了这些东西以后 如果他运动的量跟不上 那么他肯定是都转化为止 我们说除了我们吃的肉食 或者是我们动物类的这些东西 它可以转化为 以胆固醇为主的这一类脂肪 那么你摄入的甜食 或者是水果 就是有果糖的 或者你是碳水化合物 那么它也会转化 它主要转化为干油三次为主 所以这样的话 它必须是全盘糖食 那他就是通过这个两点 一个是运动 一个是饮食 还有就是蔬菜 还有蔬菜 他说他不爱吃 一见到蔬菜 它就容易打恶心 就比如吃芹菜 他会觉得这个东西 会把它那个掉出来 我说那很简单 你就打汁吧 先打汁 打汁以后剩下那个渣 干嘛呢 放那一点点肉 做饺子 做红豆馅 蔬菜汁的做法 以芹菜为主 取半根芹菜 一小段胡萝卜 半根苦瓜 一个小洋葱 将它们分别放入榨汁机中 榨汁 将榨出来的蔬菜汁喝下 这对于不喜欢吃蔬菜的人们来说 是比较可口的 同时榨汁所剩余的渣 也可作为饺子馅使用 拿出来以后呢 大概一般呢 这可以榨出一杯多一点点 榨也在里面吗 不 榨出就会 然后那个榨 我说建议它爆胶子 因为里面还有很多纤维素 那个里面还有一些 不溶于水的纤维素 还有很多纤维素 汁里面的有一些 溶于水的纤维素 两边纤维素都可以吃掉 每天这么喝的 它就监视了大概 当时因为是春天 减到它 那么整个夏天 它都是坚持每天吃的 然后到秋天以后呢 它就减少了 大概一个礼拜 那个时候体重也下来 它也觉得很有效果 然后坚持什么呢 每一两天吃一次 这样 其实听起来呢 是降血脂 其实就等于在减肥 还有就是改变生活方式 对 改变生活方式 那我说我认识一个朋友 他也是就说 他这个特别喜欢吃荤的 这个吃到最后 就是也是三高 后来以后呢 医生说你这个危险了 他也出现了一些 不好的症状 他人很紧张 但是呢 又确实很难坚持 最后呢 除了毅力之外 靠智慧 他最后变成一个什么人 你们都没有想到 他变成我们朋友圈子里面 喷调素菜 素菜啊 水平最高的人 他为了让自己好吃 怎么办呢 他就在这个烧法上动脑筋 就既是用素的材料烧菜 但是又能让自己好吃 结果他就变成一个 烧素菜的一个高手 可以把这各种各样的素菜 烧到非常 用各种各样的烹调方式 烧得非常的好吃 他既健康又不亏待经济 对 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说你把毅力之外 再加上你的智慧进去 刚刚朱老师也是讲了很多智慧 高血脂症的预防与改善 应从饮食 运动 生活方式等方面着手 在饮食方面应当控制荤菜的摄入量 一餐不超过整体的25% 其次便是运动 每周保持两次以上的出汗运动 是最为理想的 最后就是要改善自己的生活方式 宵夜是高血脂病人最碰不得的 那我们这个血脂膏 发展到什么程度 我们要考虑这个服药了 就不仅仅是改变生活方式了 那它从现代医学角度 它有一个诊断标准 你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高胆固症 它一定是什么呢 它有一个诊断标准 就是一定是什么呢 大于6.2 这个浩姆尔 那么可以诊断为高胆固症血症 然后高甘油三子血症 那它一定是什么呢 要大于5.65化膜 或者说是500毫克以上 它就到这个水平 那从中医上来说 有没有一些这个有效的 负责用又比较小的一些方法 可以介绍给大家 但如果呢 就是对于一般的观众朋友 那么体重偏重 血脂稍高 不是那种很严重的这个程度 那我建议呢 可以长服荷叶水 药房有买 荷叶 干的荷叶 干的荷叶 那么一次呢 大概30克到50克 把它煎成水 然后呢就当 开水 当茶喝 一天喝多少呀 那就是30克到50克 煎出来的水 你就当茶喝 那么通常呢 可以把它煎到800到1000毫升 1000毫升 你煎多了 有什么概念 它味道就淡 那么还有点荷叶清香 是 它很容易接受 那么你可以上班 你带个水瓶 是 装一点 那么口渴了 就喝一点喝一点 一天你喝个800 1000毫升那是应该的 是不够的 是最低水平的这个摄乳 你还得喝 从这个中医食料 跟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呢 就是很多食物 是对降血脂 或者改善血脂有作用的 比方说刚刚这个朱老师 讲的荷叶 荷叶是 还有的话呢 我那个时候 不是说肝油散脂有点高吗 这个那时候 我也不是特别懂中医 也是一位老先生就推荐 他是在荷叶里面 给我加了一味山楂 山楂有点酸酸甜甜 所以我那时候喝的是 山楂荷叶茶 这个都是什么 我们现在讲 就是山楂食 也是有活血化鱼的作用 还可以调节一下味道 也是这个有消失 山楂是这样的 因为山楂它有开胃的作用 所以你对那些食欲 比较旺盛的人 我就不建议它 就光是荷叶了 对 荷叶水的做法 取30到50克的干荷叶 加适量的水 煎水喝 一般煎至800cc到1000cc即可 每天可当水喝 同时也可在荷叶里面 加入山楂进行调味 山楂也具有活血化鱼的作用 但切记食欲旺盛的人 不建议添加 另外我们食物里面 你比方说像这个 有很多种 像这个叫什么 深海的冷水的鱼类 它里面有一种叫W3脂肪酸 这个经过实验 对降血脂非常有好处的 所以吃那些深海的冷水的鱼类 这是 另外一个这个 现在以前这个 我们这个很推荐吃这个鱼油 为什么吃鱼油呢 就有人这个经过研究 发现鱼油里面 这个有一个叫 Omega 3的东西 它里面有个叫 EPA的物质的 被西方医学称为是 这个叫血管清道夫 所以吃这个鱼油有帮助 另外你像这个叫什么 我们也说过了洋葱 刚刚朱老师也说的 大蒜 这个对降的胆固醇是有好处的 还有 我们知道西方人 特别推充的健康食物叫燕麦 燕麦里面还有很多的 这个水溶性的这个纤维术 所以你多吃燕麦 包括多吃黄豆的一些制品 那它里面的一些营养成分 都是对降血脂有好处的 所以我们推荐生活当中的话 如果你血脂高的话 这些东西如果你本身还喜欢吃的话 我就喜欢吃洋葱正好 我喜欢吃燕麦片 喜欢吃一点深海的鱼类 那么正好 你可以多选择这一类的食物 帮助你降低和改善你血脂高的症状 我们有些比如说六十岁以上 这样一些中老年人 那么可能他的血管也有点问题 血脂也有点问题 然后从整个感觉已经进入到老年前期了 那么他有一点力不从心的感觉了 像这样的人 我的建议他们可以经常地用生晒身和三七 然后把它打成细分 那么每次比如说两克左右 一天一到两次 那么这样吃的话 在某种程度上 它也能起到 一个是我们中医讲的叫不浮症 那么还有一个概念也叫去血 那么三七它本身它有活血 是 但它还有止血的罪 所以它对于血管内皮细胞 它有一定的保护准 那么人生本身它的作用也很复杂 我们中医讲的叫大补人气 对 补气 凡是气虚的人 对 都可以吃 是 所以把那个人生跟三七混在一起的话 来服用 是有一个什么作用 容易吸收 这是一个比较方便 携带也方便 我出差我就带那么一包药粉 这个有一些什么禁忌吗 应该说对大多数老年人都没有禁忌 无非对一些 比如说三七高血压的病人 那么可能在服用前期 或者服用一两周里面 然后密切观察血压 人生可能会有一些 如果血压稍微有点上去 那么它可以把降压药 适当地增加一点 那么可能吃了一段时间以后 它人体就适应了 它不一定 一直要把这个降压药 药的量降到那么大 可以逐渐地降下来 其实这个高血脂啊 包括别的那个高血糖 高血压三高 以前都说是叫富贵病 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病 所以呢 首先要改善自己的生活方式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饮食 我们中国人说这个 舌尖上的中国 讲究色香味 但是舌尖上的中国 更要吃出健康的饮食文化 高血脂症主要是指血浆胆骨醇 甘油三脂 以及总脂等血脂成分的浓度 超过了正常的指标 它最导致的致命性疾病 就是冠心病 同时高血脂的预防与改善 还应从饮食 运动及生活方式 三方面着手 体重偏重 血脂偏高的人 可以长期服用荷叶水 有利于改善血脂的浓度 而年纪大的人 可将人身和三期 一起打粉进行食用 如果大家还有任何疑问 可登陆